再来看就是民进党提名了林嘉隆参选新北市长之后 战局也出现了变化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原本不打算在新北提名市长参选人 今天却突然改口 表示新北议员参选小鸡因为没有母纪拉台 选情第一名恐怕全军覆没 如今蓝绿人选出炉 他反而觉得解套了 不排除派出人选来参战 不过呢不攻击蓝绿只负责拉台小鸡 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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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起双手高喊冻蒜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周末南下 从台南到云林亲自拉台参选人 因为没有母鸡的县市真的不好选 我还跟侯友宜讲说 你很难那新北市的事业 论势都很差 我都说你没有母鸡去拉台 我们怕会选军日幕 就跟侯友宜又好朋友 因为我们派民众党为了拉台那些小鸡 那个新北市市场候选人去 就怪怪的 担心议员选情又要顾虑侯友宜 就连党内先前有劝禁蔡壁如参选呼声 穿出都被柯文哲给否决 但如今民进党征召无论所大使林家龙 参选呼之欲出 让柯文哲动摇了 我这讲出来要变成那个 国内的政党政党的炮炸弹 我后来看到我笑的时候 哇那还解套 大致讲我跟林家龙跟同学都很好 反而可以去考虑说 我们是派一个人去选新北市的市场 我们也不会攻击两边 纯粹去搭台小鸡 那我回去再想想看 柯文哲语出惊人 只是这苦差事 有没有人愿意扛还不知道 不争不强的母鸡 能带来多少拉台效果 更是未知数 当然有母鸡来拉台新北市的选情的话 我们当然是乐观启程 那也确实可以为选举 带来一些声量的话题 不过毕竟民众党不是一人政党 那所有这些候选人 还是要经过中安委会的讨论 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 小鸡话说的很保留 毕竟选战布局还得通盘考量 柯文哲徽军参战2022 已经在台北市形成撒卡都局面 新北这一步也势必牵动战局 谢谢综合报导